本節目由腳尖流口水獨家贊助播出 你想靜下來泡一杯茶 徜徉疏海 靈感來襲時記下它 不讓它悄悄溜走 我知道你傳統的情懷還在 而我一直在尋找好用的電子紙 看著舒服 寫著書心 在試過這樣的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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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之後 今天 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想要的電子紙 图书馆够大 借阅方便 又能写写画画 有传统感觉 在这一个月里 我的背包里一直有这么个家伙 iReader的SmartX电子纸 好几个网友向我推荐过 虽然Remarple等国外的家伙 逼格会高一点点 但是系统却不接地气 而SmartX四平八稳 外观不属于有设计感的 但工具性强 不会盖过内容本身 我觉得好用 看书 晚饭之后 带着耳机散散步 然后就可以坐下来看书了 从手感来讲 SmartX肯定不如Kindle OSS 有点大了 机身比A4纸小 屏幕比对折的A4纸略宽 嗯 我就想要一个屏幕大一点的 因为我想拿它看看杂志 漫画 我还有很多PDF要学习 就你 学习 清晰度看网上说 在227ppi左右 肉眼来说 字的确没有Kindle的精致 但除非你贴着屏幕看 否则并不会影响你的阅读 刷新和翻页流畅度在电子墨水屏中是不错的 至于光照 要知道电子墨水屏的光照是正光 就是屏幕上面照亮的 而不像手机平板是背光 背光刺眼 正光很温和 SmartX有两种灯珠 冷和暖 哦 这就厉害了 这意思就说我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 随意更改色温了 是的 甚至它还贴心的给你了一个预设 叫被窝 妈妈不是常说 不要躲在被窝里看书吗 你不懂 想当年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常常躲在被窝里看书 可爱学习了 呃 这算有点小俏皮吧 在书本里点两下顶端就能呼出这个选项 虽然你不会经常去把玩这个设置 但自定义一键直达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 有了设备还得有内容 如果你想自己传输 简单 百度网盘了解一下 微信榜定了解一下 通过它们都能很快速地做到这边存储 那边读取 像我们在石墨文档上的稿件 你可以输出为Word PDF都行 邮件里的文档 QQ里的都行 手机直接操作 百度网盘上传 这边打开 easy 是不是觉得字有点小啊 不要慌 重牌帮你忙 瞧 厉害了吧 然后就可以批阅了 不过这个重牌其实很挑文件结构的 不少PDF都不能重牌 稿子一类 我建议你就Word吧 说到PDF 来个大的 我们试着打开一个800多兆的PDF全是图片 打开的速度是这样的 你得花点时间等它加载一下 然后多翻几页又会加载一下 可以直接在上面批注 响应速度还不错 看 圈圈画画 马克笔 还能选择颜色 如此批注还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打开学习模式 一边书籍 一边笔记 边学边记 这可以 就是左边呢 这文字有点小了 这笔记能不能进行位置定位呢 也就是说 我在这页的文字上面做了笔记 然后随意翻页 那个文字笔记 会不会跟这文字走呢 你想多了 并不能 它就是一个随书打开的笔记本 你要查看你的笔记 进到学习模式 或者在笔记本一栏的读书笔记里去查看 当然 你也可以用传统的笔记方式 像这样 不过遗憾的是 无论是手写笔记还是普通笔记 我寻遍菜单 也没有发现可以搜索书本笔记的地方 难道我只能一条一条浏览笔记来寻找 只有边学边记的笔记本 可以搜索内容 这是个啥 游戏大招吗 全知之眼是一个有趣的功能 它类似一个内容推荐系统 有网上的内容 也有其他书本里的相关内容 这样从一本书跳到相关的一本书 读完一本又一本 不愁下一本不知道看什么书了 你可能会问 拿Smart X来看漫画如何 喜爱看漫画的朋友 横屏两页 竖屏一页 都还不错 只可惜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黑白世界 缩放起来 有点卡卡的 iReader的书城 个人感觉虽不及亚马逊的 但一般大众书籍 在这里还是能找到 类似于Kindle的Unlimited iReader的VIP98元一年也还不错 可以阅读大部分的书了 听书 偶尔一个夜晚快入睡的时候 也不妨躺下来 听听书 Smart X有内置扬声器 也可以连接蓝牙耳机 所以你也可以在蓝伞的时候听听书 书城有专门的有声读物一类 里面有不少的网络内容 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有声资源 得自己仔细找找 VIP能免费听一部分 请王爷给清皇一个机会 面前讲将军 不过有意思的是 普通书籍有一个转花按钮 这样你就一键进入了听书模式 这人声听起来还挺自然的 特别是这个情感男声 做前所未有的事 肯定是痛苦的 艰辛的 不被人理解的 诶 这不错呀 正适合我这种懒人 还有罗丽音 迪霸虽然穷 迪霸虽然穷 但是为了儿子 迪霸虽然穷 但是为了儿子将来能有一个好前途 你这是看书还是瞎扶闹吗 是本人的经历 正是一个关于专注 信任 坚持自我 来 一边听一边看 完整就看两本书 写字 依据不同的办公内容 有些时候也是可以依靠电子纸来搞定的 我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会拿出它 上面有我的代办 日程 文稿等等内容 配合笔记本电脑收发邮件 协同工作 其实你不必一直盯着电脑屏幕的 那么在这块屏幕上写起来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很关心的 这支笔是不需要充电的 笔芯属于耗材 你可以拧开这里 多存两支备用 新本子 新笔芯的时候摩擦力有些大 再用了一周的样子 阻力来到我很喜欢的位置 不是很滑 也不是很费力 但没有指摩擦的沙沙声 差评 我们不管数据 只是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延迟是你能感知的 不过也确实比较低 至少比起索尼的DPT好太多 5种笔触 3种灰度 3种粗细 灵活调整 铅笔其实因为在屏幕上的摩擦感 基本没有 所以感受不够真实 也不支持斜着感应 毛笔就比较粗了 更像是沾了一坨墨水的粗笔 不可能有真正毛笔的 蕴染龙蛋等等 我是比较喜欢钢笔的 因为写字居多 如果你选择中或者粗 甚至可以写出那么一丁点的笔峰来 放在桌上写字感受最好 在一些特定角度下 由于视差关系 你还是会觉得笔尖飞在空中 至于画画嘛 适合就要听听灵魂画师 男师傅的说法了 不跟手啊 而且还有污住的可能 我觉得还需要改进 在模板方面 够用 日程 会议记录 普通表格 你能记录很多东西 但是很奇葩的 它不是在新建笔记本的时候 设置模板 而是在笔记本里 用这个看上去很像插入一页的按钮 我原来以为它是新建一页去应用模板 谁知道 一改通篇都改了 那为毛不在笔记本属性里设置这个选项呢 模板甚至还有狼人杀和链字描红用的 用这个笔链字 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 在积笔记时 你还可以开启录音 录音效果嘛 打个辅助我觉得还行 反正离本子近的声音大 而且你写字的摩擦声也能录进去 所有的 小事 而稍微远一点的声音 收音就不怎么样了 再远一点或许你都听不到了 它也没有提供时间戳同步书写文字的功能 毕竟咱也不是一个专业的录音笔 一边录音 一边记录写字 你会发现本子的性能就不足了 很多时候可能卡好几下 语音转文字嘛 呵呵一下就好 在这个年代为了迎合数字化办公 好像每一家都会提供手写转文字的功能 而Smart X这一功能准确率还行 只是受限于性能 好像速度嘛 我还是打文稿吧 如果你想对笔记本做基本的分类 Smart X可以满足你 你也可以搜索手写文字 或者把笔记本导出到印象笔记什么的 而且也只有通过导出方式 才能借助手机打印 电子纸本身是连不了打印机的 还有QQ音乐 读书是来点BGM吗 还有邮件 有道云笔记 百度网盘 说实话 对于我这些功能有点多余了 比如处理邮件或者打开印象笔记 就这性能 还是算了吧 最多也就应个急 续航来讲 看书挺省电的 寄笔记也还行 但是网络应用会比较费电 所以日常使用不听歌少下载的情况一周左右 如果下载量巨大 频繁连接WiFi估计续航更短 当然比较起平板什么的还是个王者 值不值得买 如果你像我一样开始看重生活的本身 让工具服务于自己 而不是追求设备 Smart X已经达到我的要求 2799元的价格 其实你可以买一个平板 不过我也知道你已经有平板了 所以想要追求看书的沉浸 写字的低延迟 听听书 出门都背包的人 那还是值得购买的 说说缺点 整体感觉性能还是差一点火候 有时候打开复杂的PDF会失去响应 需要多等那么十来秒 另外 那个学习模式中的语言翻译 原本以为找到了看英文书籍的新天地 没想到啊 看这翻译质量和这速度 青铜都算不上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越来越不想用多合一的设备 我甚至开始用功能机 来限制自己刷手机的时间 或许专机专用 哪怕多带几样设备 才是你能专心享受一件事情的开始 读书写字也是这样 至少我是不喜欢在手机平板上看书的 这些叮叮叮的推送是真的烦心 TESTV给出多少刀 七刀 谢谢你观看这一期节目 如果你愿意 请别忘记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 谢谢你 对了 节目即将出炉时 双11来了 Smart 2也出来了 柔性屏变成了玻璃屏 电池从4300毫安时变成了4000 支持了重力感应横屏 AZW3 功能按键自定义 屏幕大小不变的情况下 机身更小更薄了 关键是价格 1996元 嗯 有点香 老板 请问你们双11最大的礼品是什么呢 嗯 是小米10至尊纪念版 你到哪里去 下班 诶 我们双11活动搞11天对吧 对啊 每天送一台小米10至尊版对吧 对啊 那为什么我们有13台呢 对啊 诶 不对 为什么 请问老板 你们双11一共要抽11个小米10至尊纪念版吧 嗯 那么为什么你们会准备13个小米10至尊纪念版呢 啊 有13台呀 你是老板 你问我 好 预告一下 我们双11脚尖流口水的零食超底价已经出来了哟 还没有同货的小伙伴们赶紧哦哈 今年双11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3台小米10至尊版 只要下单就有机会抽手机哦 具体规则赶紧进我们的TESTV新寻宝去看一看咯 还有11月1号到11号每天晚上8点到11点B站直播 关键是直播期间还有直播大奖哈 一定要来哟 嘿嘿嘿嘿